大家好,欢迎来到声乐实验室 这节课呢,我来为大家讲一讲歌唱的正确姿势 及针对性问题的一些方案解决 歌唱的正确姿势不仅仅是为了直观上看着好看 它与科学的发声状态也是息息相关的 作为老师,我们不能仅仅对声音严格要求 更不能为了获得好听的声音扭曲外形,偏向联系 这一点我是极为不认同的 一旦养成了不好的习惯 再想去扭转回来,那是非常非常困难的 比树立一个新的正确的习惯更难 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在整体和谐的前提下 调整歌唱姿势 其实呢,正确的歌唱姿势不仅仅美观 而且非常便于我们发声 下面我来讲一讲歌唱正确姿势的一些分类 首先第一点,脚步的要求 两脚呢,一定要自然分开大概半尺的距离 重心微微向前靠,稳稳地扎根在地上 这是我们歌唱的底盘 不要向后倒 那么对于女士来说呢,也可以一前一后站 重心呢,随时移动在前后两脚之间 也是为了一个美观 好,第二个要求呢 就是头部要正 不能上下点头或是左右晃动 特别是针对于小朋友 那种左右摇摆着拍手唱歌的状态 是千万千万不可以有的 那样的话呢,会直接扭曲我们的发声通道 接下来呢,我们可以做一个小小的试验 这也就是告诉了 我们特别是针对一些小朋友的学习过程中 在演唱的过程中 不论你是想表达怎样的一种情感 但是一定要保持我们的歌唱通道 不能轻易改变的情况下来表达 切记不要点着头唱歌 其实点头对于我们歌唱来说 它就会出现一个这样的情况 对,它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你下巴过于压紧 整个气息通道关闭一半 声音就会出现压扁的一个状态 大家听明白了吗? 第三个要求呢 双肩自然下沉 双手呢,自然下放 不用刻意的去抓紧 不管是唱高音还是低音呢 肩膀都不要上下的浮动 有很多学生在歌唱中 遇到高音的时候感觉唱不上去了 这个时候呢,就会高抬肩膀 这样呢,是非常大的一个错误 其实呢,正确的方法正好是相反的 越到高音呢,我们的双肩呢 越要下沉 也有很多学生在紧张的时候 不自觉地捏手指 或者是说抓裤脚 或者是用手去打拍子 这些呢,都不是好的习惯 要是在初学的时候就要注意这些问题的话 我们就不会在后边养成坏的习惯 第四呢,我们讲一讲眼睛的要求 眼睛要有神,要平视 不要往上养,也不要过于低头看 双眉呢,微微提高一点 是为了获得高位置 在唱高音时呢,要求学生睁大眼睛 微笑,也是为了高抬我们的笑肌 就比如,歌唱时翻白眼 这是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有些学生唱不到高音的时候 他想通过翻白眼的形式去找高位置 这是非常不好的 还有的学生在歌唱的时候 会出现八字眉 中着眉头来唱歌 这呢,就很明显的说明了 他的气息太浅淡 这时呢,我们就要要求学生 眼睛不能虚拾唱歌 睁大眼睛要有神的平视 通过这样的方式去解决 第五呢,是嘴巴上的一些要求 嘴巴呢,要求自然放松 初学者一定要加强开牙关的练习 所有的开口音呢 要保持在开了牙关的状态上打开 闭口音保持在半开放状态上打开 不能完全的关闭 下巴微微下沉 切记不能挑下巴歌唱 这样会直接砍断我们歌唱的通道 加强咬字 归运练习 很清楚地交代我们的自头 自腹 以及自尾 第六呢,我们讲的是 腰 背 以及脖子 要连成一条线 它撞得就像一堵墙一样 小腹 有力地拖住我们摊下来的气息 一定要放松 好,最后呢,我来讲一些针对性的特殊案例 第一个呢,唱歌时喜欢抬下巴或者伸脖子 这样呢,会导致我们的声音很紧很白很浅 在我的课堂上呢 我是要求我的学生把脖子哽着唱 也就是我在前面提到过 我们的脖子 腰背 形成一堵墙 形成一条竖直的线 把它竖直地拉长 还有的学生呢 在歌唱时 身体或者头部会朝着一个方向 甚至呢 面部表情都已经出现了扭曲 嘴歪到一边去歌唱 但是他自己却没有发现 针对这个问题呢 方法很简单 也很粗暴 就是强制学生朝着相反的方向进行练习 必须要搬过来 不然呢,不仅会影响美观 还会造成发生器官的不对称 不平衡 影响我们整体的发生状态 好的,今天呢,我就讲这么多 我们下期再会